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天津外国语大学教师侯平 今天我来给大家讲西游记之天竺收玉兔 外国朋友们 你们一定知道中国四大民著之一的西游记吧 这部明代吴晨恩创作的长篇小说 在中国家喻户晓 西游记讲述的是孙悟空 猪八戒 沙僧和白龙马 福宝大唐高僧 玄奘去西天取经的故事 师徒四人一路历经艰险 降妖伏魔 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最终到达西天 见到如来佛祖 取回真经 终成正果 这部小说被改编成了许多的影视剧 其中最为中国人熟知的是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杨洁导演的中央电视台版 《央视版西游记》在1986年春节一经播出 便轰动中国 获得了极高评价 造就了89.4%的收视率神话 至今 仍是中国的寒暑假 被重播最多的电视剧 重播次数超过3000次 成为一部公认的无法超越的经典 这版西游记一共是二十五集 每一集都很好看 天竺收玉兔是其中的第二十四集 今天主要想给大家介绍天竺收玉兔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原小说的第九十三回到第九十五回 大致行解释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 到了天竺国 路金布金寺 死后园中一个不明来历女子的哭声 引起了师徒四人的关注 寺院长老请他们沿途关注 有无丢失女儿的人家 之后 唐僧师徒录遇天竺国公主的射箭择亲圣事 公主骑在大巷上寻找众意的男子 他一箭射中了唐僧的僧帽 公主执意要嫁唐僧 随后国王为公主和唐僧举行盛大婚礼 园中的女子在喜庆的月身中 欲投河自尽 被孙悟空暗中救起 孙悟空变作脑奶奶 问民女子绅士 她原是天竺国真公主 一年前 在父王为她举行的二十岁生日盛宴上 被黄蜂刮走 假公主正做着与唐僧结好的美梦 不期又一个公主前来征婚 原来这是孙悟空所变 她揭破了假公主的秘密 月公嫦娥来到夏剑 收服假公主 原来假公主是月公导要的玉兔 最后真公主与父母团聚 我们来看看电视剧中的几个片段 一是玉兔公主 奇相 射箭招亲 在西游记原著中 是玉兔扮的假公主 抛绣球招亲 电视剧中改成了射箭招亲 公主一眼就看中了人群中的唐僧 将软布包裹的剑射中了她的僧帽 这一场景中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 射箭招亲的情节设计也很有趣 请欣赏视频 我们来学习几个词语 欲兔 欲兔 奇相 奇相 射箭 射箭 招亲 招亲 抛绣球 抛绣球 二是假公主和唐僧举行婚礼 这里有首很好听的歌 叫天竺少女 唱出了假公主的喜悦 和对唐僧的感情 我们来欣赏下这歌曲 这是天竺少女的歌词摘选 欧沙里瓦 欧沙里瓦 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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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 是那圆圆的明月 明月 是那蝉蝉的山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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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找了张照片 是月亮还有水的照片 帮助大家想象这样的场景 歌曲中唱到 是明月送唐僧来到了假公主的身边 也让我们想到了假公主是玉兔精 而玉兔是住在月亮上的 我们来学习几个词语 圆圆圆圆 明月明月 蝉蝉蝉蝉蝉 山泉 山泉 西游戏里的男妖怪 几乎都想吃唐僧肉 女妖怪也有想吃唐僧肉的 如白骨精 蜘蛛精 但还有很多是想和唐僧结婚的 如蝎子精 老鼠精 以及今天我们讲到的玉兔精 唐僧 因为是金蝉的转世 她的肉据说吃了会长生不老 但唐僧又很帅 所以很多女妖怪都喜欢她 三是嫦娥收服玉兔 假公主与孙悟空打斗 她的主人 嫦娥下凡 假公主现出圆形 原来她是月宫里的玉兔 嫦娥收走玉兔 重返月宫 此处情节又与中国民间传说 嫦娥奔月联系上了 是不是很有意思 这张图片就是嫦娥抱着玉兔的照片 我们来学习几个词语 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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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斗 打斗 嫦娥 嫦娥 月宫 月宫 死是唐僧师徒又踏上了征途 请欣赏西游记的片尾曲 赶问路在何方 赶问路在何方 马吁踪踪踪踪踪踪踪か Lup在踪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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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踪很高 forces 赶问路在何方 沁踪踪踪踪踪 赶问路在踪踪踪踪踪啦 这是这首歌曲的歌词 你挑着弹 你挑着弹 我牵着马 迎来日出 送走晚霞 踏平坎坷成大道 豆瓣金贤又出发又出发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番番春秋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辣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你挑着蛋 我牵着马 翻山涉水两尖霜荒 风云雷电任吃炸 一路豪哥向天涯 向天涯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番番春秋冬夏 一场场酸甜苦辣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敢问路在何方 路在脚下 我们来学习几个词语 日出 日出 晚霞 晚霞 大道 大道 尖险 尖险 出发 出发 天涯 天涯 欢迎大家继续深入了解中国故事 谢谢大家 再见 路 明镇 有阿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